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超人嘱咐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厨房混战 烹饪空间大整顿 二 餐具光亮如新 席笛小妙招 三 冰箱除味 保鲜两不误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厨房混战 烹饪空间大整顿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 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厨房混战 这不是一场史诗般的厨艺比拼 而是一场与锅碗瓢盆 调料瓶瓶罐罐的搏斗 这是一场每个家庭都可能经历的战役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人类开始尝试在洞穴里烤肉的那一刻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厨房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它既是创造美食的实验室 也是家庭成员间社交互动的中心 但是 当你打开那个装满了 你不记得买过的调料的橱柜 或者当你试图 在那个装满了各种锅碗瓢盆的抽屉里 找到一个简单的搅拌勺时 你就会意识到 这个空间需要一场大整顿 在古代 我们的祖先可能只有一个大锅和一个火坑 但他们的生活简单 厨房混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然而 随着文明的进步 我们的烹饪工具和配料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厨房也就变成了一个需要精心组织的战场 现在 让我们来分享一些整顿厨房的小技巧 同时穿插一些历史趣闻 一分类是关键 就像罗马帝国一样 没有良好的管理和组织 它最终会崩溃 将你的厨房用品按类别分开 比如将烹饪工具 餐具 调料和食材分别存放 这样 你就不会在找橄榄油的时候 翻出一堆古老的罗马硬币 二 利用垂直空间 就像中世纪的城堡一样 你的厨房墙壁 也是防御混乱的第一道防线 安装挂钩和架子 让你的锅盖和炒锅 像骑士的盾牌一样 骄傲地挂在墙上 三 透明存储容器 使用透明的容器来存放食材 这样 你就可以像一个熟练的炼金术士一样 一眼就看到你需要的东西 这不仅节省时间 还能防止你买了三瓶密碟箱 因为你忘了自己 已经有两瓶了 四 定期清理 就像历史上的大清洗一样 定期清理 你的厨房 可以防止过期的食材 和不再使用的工具 占据宝贵的空间 每个季度至少做一次 你的厨房 就不会变成一个考古学家的梦想现场 五 一切归位 每次使用完毕后 将物品放回原位 这就像维持一个帝国的秩序一样 需要持续的努力和纪律 记住 厨房整顿不是一场战争 而是一场持久的战役 但是 一旦你掌握了这些技巧 你的厨房 就会从一个混乱的战场 变成一个烹饪的乐园 你的烹饪记忆 也会因为这个井井有条的空间 而大放异彩 现在 穿上你的围裙 拿起你的铲子 让我们开始这场厨房的革命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餐具光亮如新 洗滴小妙招 各位尊敬的食物享受者 餐具爱好者 以及偶尔不得不洗碗的不情愿者 今天我们 要来谈谈一个 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如何让你的餐具光亮如新 并且不用花费太多的肘油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古代人类使用的餐具相当原始 从简单的贝壳 动物果头到木质或石质的器具 这些都不需要特别的清洁方法 用完了 顶多就是在河里随便一飘 或者用沙子搓搓 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但随着文明的进步 我们的餐具也变得越来越精致 从陶瓷到银器 每一种材质 都需要特别的关爱和清洁方法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那些 让人头疼的污渍 和如何让你的餐具 闪闪发光的小妙招 一 面包魔法 对 你没有听错 面包 如果你的银器开始出现小斑点 不妨用一片软面包擦拭 面包的微细质地 可以吸附污垢 而且不会挂上你心爱的银器 二 牙膏清洁法 牙膏不仅能让你的牙齿亮白 还能让你的餐具焕然一新 用一点牙膏和一块软布 轻轻擦拭 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你会发现 你的餐具 如同新买的一样闪亮 三 醋与小苏打 这对组合 可是清洁界的黄金搭档 将醋和小苏打混合成互状 涂在餐具上 稍作等待后 再用海绵轻轻擦拭 你会发现 油腻和污渍 神奇地消失了 四 啤酒浴 是的 你没有看错 啤酒不仅是炎炎夏日的好朋友 也是铜器的光亮小帮手 将啤酒倒在铜器上 轻轻擦拭 然后用清水冲洗 铜器会恢复它的光泽 五 柠檬藍 柠檬酸可以帮助去除水垢和污渍 将柠檬切片 用它来擦拭餐具 特别是水龙头和不锈钢表面 然后用湿布擦拭干净 你会发现 它们亮如新色 当然 这些小妙招 都需要你亲自动手 但想想那些古人用沙子和河水 清洁餐具的日子 我们现代人 其实已经相当幸福了 最后 不要忘了 最好的清洁妙招 其实是 及时清洗 别让食物残渣 在你的餐具上过夜 否则 它们可能会决定 永远和你的餐具同在 祝各位餐具保持光亮 食物更加美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冰箱除味 保鲜两不误 当然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冰箱除味与保鲜的艺术 这个问题可追溯到 冰箱还未成为家庭必备品的年代 那时候 人们用冰窖或是其他原始的方法来保存食物 但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神奇的箱子 它不仅能让食物保持新鲜 还能让我们的厨房不被异味清洗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冰箱除味 你知道吗 冰箱里的异味其实是一场微观世界的战争 食物分解的过程中 无数微生物在你的冰箱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化学派对 释放出了各种气味 要打败这些不请自来的气味 你需要的不是魔法 而是科学 一个简单而古老的方法是使用小苏打 这个家庭常备的小英雄不仅价格便宜 而且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只需将一盒打开的小苏打放在冰箱的角落里 它就会像一个勤劳的小精灵一样 吸收所有的坏气味 想象一下 这些小苏打粒子在冰箱里巡逻 一旦发现异味分子 就立刻将它们抓起来 进行无声的化学反应 让它们无处可逃 但是 除了除味 我们还要保鲜 这里的秘诀在于温度和湿度的控制 冰箱的温度应该保持在0到4摄氏度之间 这样可以减缓细菌的生长速度 延长食物的新鲜度 同时 保持适当的湿度也很重要 因为过于干燥 会让食物湿水 过于潮湿 则可能导致霉菌的生长 现在 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一个遥远的过渡里 有一个被称为冰箱守护者的神秘人物 他的任务是保护冰箱的清新 和食物的新鲜 每当夜幕降临 他就会悄悄地打开冰箱门 用他的魔法棒 也就是温度计 检查温度 用他的神奇披风 也就是保鲜膜 覆盖食物 确保一切都在最佳状态 传说中 他还有一瓶神秘的液体 能够让任何意味消失不见 那就是白醋 只需将一碗白醋放在冰箱里 他就能像小苏打一样 吸收意味 同时还能杀死一些细菌和病毒 最后 亲爱的听众们 记住 冰箱除味和保鲜 并不是一件难事 只需要一点点科学知识 和一丝丝魔法 当你打开冰箱门 被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破烂时 不妨感谢那些无形的小帮手 他们真默默地在你的冰箱里 守护着你的食物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聊了厨房混战 餐具光亮和冰箱除味 与保鲜的小技巧 厨房混战 我们可以通过分类 利用垂直空间 透明存储容器 定期清理 和每次归位来整理我们的厨房 餐具光亮 我们可以使用面包 牙膏 醋和小苏打 啤酒玉和柠檬等小妙招 来清洁我们的餐具 冰箱除味与保鲜 我们可以使用小苏打 白醋 控制温度和湿度等方法 来保持冰箱的清新 和食物的新鲜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厨房 混战精力 你们有什么样的餐具 清洁小妙招 你们有什么样的冰箱除味 与保鲜方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经验和想法 我期待与你们的互动和讨论 在下一次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探讨有趣而有用的话题 直到下次见面 记得保持笑容 保持好奇心 保持六度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